- 美国的汉奸 -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小 - 在我旁边这一位啊是这个 - 美国的汉奸乐乐法力 - 哈喽大家好我是乐乐法力 - 美国的汉奸 - 最有名的汉奸 - 对啊我们之后跟乐乐法力会有一个 - 新作品是不是 - 请大家期待 - 大直作 - 大直作 - 演了一整天的戏 - 其实我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 - 有看过乐乐法力 -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 - 共同的一个连结就是 - 低几克小 - 一天的YouTuber - 对对对对 - 因为他然后知道 - LOSER - 然后你最近又红的那一支影片 - 就是去访问小粉红吧 - 对对对对 - 蔡英文来的时候 - 那时候台湾推爆这支影片 - 对然后我就 - 混入了那个小粉红的群体 - 对啊 - 然后我就骗他们 - 他们以为我是他们自己人 - 然后我就 - 让他们一不小心就露出 - 他们这个真实的想法 - 那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 - 我对这个完全无所谓 - 那乐乐法力的你的汉语很厉害 - 你现在在中国就读书嘛 - 对没错 - 但是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中文 - 然后这个很重要 - 因为这个发育期刚开始的时候 - 你就接触到中文的声调 - 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 - 尤其重要 - 然后我是后来 - 到了北京的中央戏剧学院 - 然后你学表演的时候 - 你也应该是知道 - 对 - 他们会让你练习台词 - 很加分就对了 - 对对对对 - 你之前在中国有工作过还是生活很多年这样子 - 我以前在中国肯定有工作过 - 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 - 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是在学习 - 可能只有后面那一年半的时间 - 是把大多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 - 央视 北京电视台 - 各个电视台我就去参加他们的一些 - 傻逼综艺节目 - 综艺节目它跟新闻会一样都有党支部吗 - 当时是2015年2016年 - 所以好像还没有党部 - 因为习近平应该就是2016年年底 - 才去央视说 - 你们千万不要忘记 - 姓党 - 党媒姓党 - 姓党 - 但是肯定会有人在评论区说 - 实际上是2015年 - 乐乐糟糕 - 那你是怎么会走向反共 - 因为你之前都是那么红的电视台工作 - 其实我是经济系出身的 - 就是我本科的专业 - 我是双学位嘛 - 然后我因为学了经济学 - 我后来到了中国 - 然后看习近平各种各样的动作 - 还有他的言论什么的 - 就觉得这个是违背了中国本来这个改革开放 - 要走的这条路 - 随着你的中文水平越来越好 - 你就会越来越同情中国人 -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- 所以你看那些羊肉毛 - 中国人都说的特别差 - 对吧 - 所以他们那个情感 - 不会受到中国人真心想法的影响 - 你们美国乐歌叫谁 - 郭杰瑞是不是 - 郭杰瑞以前我的朋友 - 其实我们那个圈子比较小 -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认识 - 或者是有点印象 - 但当然如果他们给我一个剧本说 - 中国实在太厉害 - 我们国产的东西越来越好 - 如果你说我是在演戏的话 - 那没问题啊 - 因为我是个character - 我是一个人物 - 我要演一个人物 - 但如果我要说我是 - 劳润斯亚历山大法力 - 也就是说勒勒法力 - 这个是我的观点 - 那我没有办法入戏 - 因为我没有办法那么不要脸的撒谎 - 我太想要有这个能力 - 因为我会赚很多钱 - 台湾人身份或是香港人的身份 - 你们所谓的养五毛的身份 - 特别容易赚这种钱 - 特别容易 - 尤其如果你中文特别好 - 你中文越好 - 你能赚的钱越多 - 因为你可以 - 就是越有深度的去进行 - 这一方面的洗脑 - 那你是因为在美国有接触到汉语 - 所以才对这个中国文化有兴趣 - 那你当初知道台湾跟中国的不同吗 - 不能说不知道 -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感兴趣 - 当时年轻的我 - 就是顶着我他妈要赚钱 - 赚一个亿 - 走上人身巅峰 - 对啊走上人身巅峰 - 你懂的 - 随着我的中文水平越来越高 - 我跟我周围的一些中国朋友们的关系 - 越来越好 - 越来越真诚 - 可以这么说吗 - 我才感觉有一点点可以说是犹豫 - 疫情爆发之后就觉得 - 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- 第一个政治讽刺作品一发出去 - 有人把它发到转到推特 -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- 有七十万的流量 - 然后我就说 - 哦原来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 - 我喜欢写这样的内容 - 我喜欢演这样的内容 - 我喜欢演这样的内容 - 我喜欢导这样的内容 - 那我就做这样的内容 - 那你觉得为什么说 - 反共的人大部分一定得去台湾 - 不仅仅是我 - 其实我觉得很多欧美人 - 尤其是会关注中国的欧美人 - 他们可能会潜意识 - 把中国和台湾做对比 - 对 - 就你到台湾 - 你就是总会说 - 哦这个是一样的 -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的 - 但是在台湾待久了 - 最大的感受就是 - 哦等一下 - 台湾是完全独特的一个个体 - 因为它确实有一点 - 中国的文化 - 美国的文化 - 还有日本的文化 - 都融为一体 -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东西 - 跟中国有那么大的关系吗 - 没有 -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- 但是最有意思的点 - 还是台湾人的思想 - 就我在台湾 - 这个我学了半辈子 - 中文的美国人 - 我到台湾 - 我哪怕是出租车的司机 - 还是那个酒吧的那个调酒师 - 聊的都是 - 没有那种你跟中国人聊的那种恐惧感 - 哪怕是洛杉矶的中国人 - 你跟他们聊政治 - 他们是有点 - 哦 哦 - 没有人在看吧 - 习近平我特别讨厌他 - 台湾人就是轻松愉快 - 然后聊什么的都无所谓 - 都特别开心 - 诶 那你觉得你现在去中国会被抓 - 耶 我肯定也去不了 - 但是现在去的话肯定是会被抓的 - 光拿我的头像 - 作为你这个社交媒体的那个头像 - 永久纪念 - 我也是 - 永久纪念 - 我的头像也是 - 厉害 - 厉害我的哥 - 可是你身后有个强大的祖国 - 我没有啊 - 台湾挺强大呀 - 你怎么能这样入台呀 - 我已经举报你了 - 那你是怎么看这个习近平 - 习近平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-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 - 我一直在想方设法 - 怎么把他的每一个抉择 - 每一个就是他说的话什么的 - 都给合理化 - 就是按照我这个西方人所了解的逻辑 - 尽量换位思考 - 说OK - 他这样做应该是 - 也许是这个原因 - 后来我就发现了 - 他不仅仅是很愚蠢 - 人家所做的一切 - 他以为是会保护共产党的政权 - 他没有发现 - 他所做的一切 - 产生的这个后果 - 这个结果 - 恰恰相反 - 他要吸引更多来自外资 - 他怎么做 - 中国经济体这么差 - 很多有关中国经济体的大数据 - 是通过这些咨询公司 - 漏到国外去 - 那我们怎么办 - 那我们就实行反间谍法 - 结果呢 - 所有的外国人 - 还有他们的外资 - 都跑跑跑了 - 跑走了 - 现在我跟你说 - 我以前美国朋友们 - 而且这些都是 - 名校毕业的 - 我的朋友们 - 我们朋友们不是傻子 - 十年前你问他们 - 你怎么看台湾 - 他们说 - 哎我听说那边的人妖还挺漂亮 - 因为他们会以为是泰国 - 他们完全不会区分 - 现在你问他们 - 他们会说支持 - 与其说这个是勒勒法力的功劳 - 不如说是做中加速蛇的功劳 - 当然啦台湾的立场要坚定 - 但最大最大的功劳就是习近平 - 他让世界看到了台湾 - 我那天去旧金山check-in的时候 - 因为我的护照是旧版的 - 上面有一个Republic of China - 那我女朋友是新版 - 他只有台湾 - 但是是我的名字check-in嘛 - 所以我要拿我的护照 - 他一拿到护照说 - 你是从中国? -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 - 他说 - 我懂 - 只是他看到那个中国 - 他没有办法讲过来 - 但他说他知道不一样 - 那你觉得 - 美国人现在是有越来越了解中共 - 越来越关心中国或是中共 - 还是他们其实 - I don't care - 我只关心美国的通膨 - 我只关心美国的医院 - 美国人连自己的政治都不会特别关心 - 所以更不用说其他国家的政治 - 但是自从疫情爆发之后 - 我觉得他们会稍微更加的感兴趣 - 问题在哪呢? - 他们没有办法通过一个更加具有娱乐性的方式 - 去了解 - 其实我这个美国90后 - 我们长大的时候特别喜欢看的一个节目 - 叫The Colbert Report - 这是一个政治讽刺的新闻节目 - 你会在笑着笑着你就学会了一些新的东西 - 他们特别喜欢通过这种方法来学习其他的文化呀 - 或者国际政治什么的 -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做脱口秀 - 可以通过这种轻松幽默这种方法吸脑美国人 - 其实我有看你一些影片你还蛮努力的 - 你会去接上接访一些美国人 - 对对对对对对 - 对习近平或是中国的看法 - 对对对对对对习近平或是中国的看法 - 然后他不了解你还稍微会跟他讲一下 - 对要非常是稍微是非常重要 - 就不能特别强硬 - 因为你说你应该这么想 - 他们会说 - 因为你这个态度 - 我想要相信的是跟你刚才所说的相反 - 我要支持习近平 - 我就支持习近平 - 因为你这个态度让我生气了 - 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真的很不错 - 就是大家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- 自己的方法去让大家了解中国或了解中共 - 对对对对 - 你应该看我在台湾录的那个街头采访 - 我问台湾人 - 你要当中国的这个五毛 - 我需要给你多少钱 - 台湾人太可爱了 - 他们就非常认真的会想 - 他说每个月八万 - 定的价格太低了 - 太低了吧 - 光看那个视频就可以看出来 - 中国人和台湾人之间有这个与你之别 - 他们就非常的无所谓 - 随便的去聊他们的想法 - 去分享他们的想法 - 对对对对 - 你看我要采访中国人的一些视频 - 我一问到他们 - 你怎么看台湾 - 跑了 - 跑走了 - 我以为他们会说 - 我坚定武统台湾之类的 - 这个我还没有遇到 - 我希望我可以多遇到这样的人 - 我遇到的太少了 - 如果你没有遇到就代表 - 我们网路上看到那些 - 你支持中国打战你会参军吗 - 我愿意为了祖国牺牲 - 说不定那些人都是摆牌的 - 提前找好演员 -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你一定遇得到 - 我录了那么多街头采访 - 有一次遇到过 - 但是愿意跟你聊 - 在中国吗 - 不多 那我在美国 - 在洛杉矶华人区 - 我去问他们 - 你觉得台湾是中国的吗 - 会有一些人 - 是 - 我说为什么 - 没有为什么 -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- 然后我说为什么 - 我们聊一下 - 他们都会逃跑 - 一聊就会露出来他们这个 - 首先是他们的无知 - 第二是他们的默然 - 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么在乎 - 你觉得在美国做 - 你这一类型 - 不是做 - About China的 - 议题的人多吗 - 我觉得会越来越少 - 你看现在在 - 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 - 特别少 - 好像只有350 - 然后好像十年前 - 好像有几万 - 所以这就是总家族社的功劳 - 但是这个一个后果是 - 能够帮助美国人了解 - 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人 - 越来越少 - 好啦 - 影片的最后题还是问一下啦 - 就是当你在做中国议题的时候 - 不免会说 - 美国也怎样 - 美国也碰碰碰碰碰 - 比烂 - 但是 - 比如说我也会遇到小粉 - 台湾也怎样 - 对 - 我敢说出来台湾有什么问题 - 我承认你说的 - 但他们不敢吗 - 你不仅仅敢说出来 - 你可以说出来 - 对 我可以 - 你就问那些人 - 对对 - 你怎么知道CIA以前是那样做的 - 因为我们有记者 - 对 - 他们是把这件事情挖出来 - 对 - 你知道的是因为 - 是民主国家 - 他们通常党国不分啦 - 要按照中国的话来说的话 - 就是你们明年就是准备要颠覆民主党政权 - 颠覆国家政权 - 你们都会被判刑 - 对 - 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会把国党和我捆绑在一起 - 对吧 - 所以你如果要针对党或者国 - 那我会把这个理解为是针对我 - 所以我就 - 啊 啊 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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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们常会说美国婆婆的那个 - 中国的楼最高 - 美国的楼都很矮 - 我的想法跟乌尔克希的想法是一样的 - 因为我一年前或者两年前在采访当中 - 也问过他这个问题 - 他说他有遭遇过中国人这种批评说 - 你看我们的高楼 - 我说你们的高楼我看不清 - 你那个空气污染太厉害了 - 但乌尔克希他说 - 你在那个楼仔细看 - 里面有人 - 这些人之间 - They care about each other - 我到台湾的时候 - 我上了那个百灵国的节目 - 他们问我 - 你觉得现在 - 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- 我觉得台湾人会把你当人看 - 在中国是把你当畜生看 - 包括中国人彼此对彼此 - 当然我们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- 我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 -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- 你看像碰瓷这样的现象 - 发生的这么频繁 - 大家这种麻木的状态 - 这就是共产党所想要的 - 他不想要你在乎其他人 - 他不想要你同情心很强 - 因为你这样太强的话 - 他要搞什么三年的清零 - 他就不好搞啊 - 不好管 - 这些都不管了 - 你当然也不会管我们政府做什么 - 然后会有人说 - 其实这个在台湾也有发生过 - 对 是个比例的问题 - 是个频率的问题 - 我觉得你刚刚说 - 乌尔开心那个回答 - 跟我以前一个回答蛮像 - 我一新年去上海 - 然后别人说 - 到了没 快到了没 - 我说你穿户看外面 -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上海了 - 对 你不知道 - 对 我有一次去了上海 - 我们落地的那个瞬间 - 我才会觉得 - 我们到了吗 - 一片灰色 - 他说这就是为了发展 - 你确定吗 - 就防美国的气象战 - 美国的卫星间谍 - 荒谬 -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乐乐法力 - 来接受我们的采访 - 今天的影片到最后结束 - 喜欢记得订阅 - 如果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- 我是八角 - 记得订阅乐乐乐法力 - 拜拜 - 拜拜 - 中国护照 - 在小粉红幻想版本的模样 - 你们看到的是什么屌美国的 - 穷着什么 - 看到个美国的小子 - 老子干死他 - 哪一个台湾的 - 当美国人狗 - 给你你的钱 - 你什么人 - 他说你要跟我们说英语 - 不好意思 - 我中国英语 - 我中国人 - 我中国人 - 你再过来 - 你再过来 - 老子中国人 - 老子中国人 - 这是中国护照 - 你再敢过来 - 我中国人 - 哎 - 中国牛逼 - 你再敢过来 - 老子一一当百蓝 - 滚 - 给老子滚 - 全世界都是中国的 - 没有共产党 - 难难要去中国 - 中国护照 - 中国护照 - 在现实的模样 - 看到个美国小子 - 老子干死他 - 哪一个台湾 - 当美国人狗 - 给你你的钱 - 你干嘛 - 给你你的钱 - 你干嘛 - 中国护照 - 老子中国人 - 啥脚啊 - 什么是这个 - 中国人 - 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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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